大家好 我叫郭新尧 毕业于吉林大学英语专业 我是一名东北女孩 对工作热情 对朋友仗义 日常生活中呢 我有两个兴趣爱好 第一个就是喜欢研究与英文相关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然后在读书期间 我曾荣获过国家级奖学金 然后也做过家教兼职 在线教育的一些工作 第二个兴趣爱好呢 大家从我这个体型外形 就可以看出来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 非常喜欢观看各类的球类的体育比赛节目 从17年到现在工作两年时间 我一直从事的是项目助理或媒体助理的相关工作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上 我想求得一份与英文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很健硕 国瑜喜欢体育运动 虎背熊腰的你 什么时候来的北京 17年毕业来的北京 两年了 对 工作有两年的时间 怎么样 在北京适应吗 在北京还好 因为也有亲戚在 朋友在 感觉不算太孤独 住哪儿 住在燕九 河北省 租的房子 自己家的房子 有钱呢 没钱呀 在北省两年就有自己的房子 哎呀 那也压力很大呀 你买的 不是我买的 家里买的 我没有钱 你在工作当中是会来事的那种吗 不太会 东北人不都特能闹吗 东北人是能闹 但是有可能在 你不属于能闹的那种 对 我 是吧 所以你看你还单身吗 我有男朋友 你这么不会来事的人 是怎么跟人家认识的呢 我不会来事点 只是不会跟领导的 你跟男朋友会来事 那个叫会沟通感情 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就是上下班坐他车认识的 你都不认识 你怎么可能坐人家车呢 不是 就是住得远 就我们住在燕郊 顺风车 对 就叫顺风车 是他的车是吧 他的车 你给钱吗 我最开始给钱 给油钱 后来就不给了 为什么呢 后来慢慢有感情了 然后就不给了 就这东西其实是挺尴尬的一件事 到你们真的感情 确认到那一步的时候 你真不给钱的时候 其实这也挺难说的 你们是怎么度过这个 不给钱的这个坎的 我过渡一下 我觉得挺自然的 怎么自然的呢 你哪天开始不给钱的 我就问你 那天发生什么了 没发生什么呀 就是最开始不收 还比较客气 今天的车费 最开始就是发个红包 你发红包 他收 那肯定收 你哪天开始不发了 这个 这个气不太轻了 反正就是 拉手之前还是 是你们已经确认关系了吗 对 确认关系了 确认关系是怎么确认的 那就是他追求的我 他说啥了 说啥了 说就是正常的 我喜欢你这种 然后你怎么回答的 我就不给钱了 我说我在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吧 不给钱了 然后你真的不给钱了以后 你觉得坐那个车 你踏实吗 挺踏实的呀 后来他也不开车了 痛点在现在也没有车坐了 怎么了呢 就是北京不是现号了吗 英语专八啊 对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什么岗位 与英语相关就行 对 与英文相关的 是吧 要求薪资多少 你以前都是八千 要求薪资 一万二到一万三左右 凭什么到我们这儿 就涨了四千了呢 因为有了两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学历 还有英文的优势 不你以前两份工作 跳来跳去也是八千呢 你刚刚辞掉这份 是八千的工作 到我们这儿就要变成一万二 你太其有自理了 这个人往高处走嘛 你往高处走 我们可不是你男朋友啊 你这工资应该也太高了 对 信尧就是如果我现在问你说 你找你现在公司的上级 说我要加到一万二 从八千跳上来 他会给你吗 他会说你疯了 你自己说呢 你觉得呢 至少有一个区间 就是二十到三十 这是相对合理和高点区间 你那个百分之五十就过高 那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到底是底薪多少 十K 十K加两千 对 是吧 对 我觉得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他的学历的话是吉林大学的 吉林大学是211985的 这个双一流学校 然后的话其实他整个的表达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还是蛮挺他的 但是的话就是说在薪水的 在提薪水这一块 你现在的话要一万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好 还有九盏灯 天生我有才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位选手的人物心理投射分析 我们来看小郭选手的这幅画 它上面画的是一个三角 下面画的是一个长方形 这幅画最突出的是尖角太多 虽然是女孩 但是呢 有男孩的阳刚棱角过于分明了 当然也说明他目前被束缚住了有些问题 所以我建议呢 所有的企业家要注意 他不太适合呢 做这种人际交流这方面的工作 他比较适合做稳扎稳打基础类的工作 你性格当中是有棱角的 是吧 我觉得是有棱角的 我觉得是 我个人觉得 那个心理专家他看懂了你自己的那个性格特质当中 比如说你有自己的棱角 然后呢 感受到当下那个环境被束缚 其实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也讲到了 你希望蜕变 这可能是你的想象 然后希望在新的环境当中感受到的 你内心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想要渴望一番成就的 有 有吗 有 那是什么呢 就是 找到了吗 还没有 是想做一番事业 但是可能在这个路上可能会有各种岔口啊 或者是也有自己没太想明白 没太想清楚的地方啊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爸同 下周六我家宝宝办满月 你作为我的得力感奖 必须得来参加 好的 说准了啊 你不来他们谁也不去动快的 好嘞 领导 好 爸同 这周六不加班吧 不加 这周六我妈六十大寿 你必须得来 你阿姨说了不来她不过了 别忘了 好 同时收到两位直属领导的邀请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你去哪家啊 如果要是我是这个人的话 我可能两家都不去 两家都不去 对 那你怎么回应呢 就是说可能最近天气不是很好 然后感冒的人比较多 我可能最近稍微有点咳嗽 我去的话 船的宝宝 够狠 身体不好 够狠 你为什么不两边都去呢 跑个场子就是了吗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挺累的 挺累的 所以你选择回避 对 这个如果你要是我下属的话 我会特别不高兴 因为 我如果说是家里的私事 我去邀请一个下属 其实证明了我对你十分信任的 找了很奇怪的理由 去跟我推脱的话 我认为你是有别的想法 我跟潮汐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这种公司就应该直接辞职 在我们公司里边 如果你领导办什么东西 你是不能邀请下属的 因为下属去 还要甚至给你带个彩礼 这等于你变相收礼啊 就很难受你知道吗 你这个是对领导的要求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提对下属的要求 不去 下属领导已经提出来了 你能不去吗 快做啥呀 拿我自己打比方 我是去年结婚的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直接要红包的行为 我也很抗拒 就像我们个人结婚的时候 我去年结婚 是没有受所有亲友好友的礼的 所以说你来我高兴 但是我不会强压于你 其实我有一点就是 我最后再问你一点 其实你对于人际关系 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恐惧 可能我顾虑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毕竟是领导家里的事 欣尧的回答呢 我就代表一类人 代表一类刚入职场的新人 可能他觉得我的生活和工作 就是两件事情 所以不能够把它相提并论 那这样的人群呢 他其实有个特点 就是他可能在工作当中 他很难融入 真正融入团队 因为他老想着 我下班就下班了 我上班的时候 就是在工作当中 所以我生活工作是分开的 对 所以这样的人的话 我觉得其实在团队融入性上 会有些问题 你心里面有个最大的问题 是你自己妖魔化了领导 你妖魔化了 就是你本能地觉得 我要是跟领导凑在一起凑近了 我觉得这是挺虚伪的表现 谁是挺虚伪的表现 就是与领导套近乎这种行为 没有说你要套近乎呀 就是你很简单 你现在我们没有说 要跟领导故意套近乎 但也不支持刻意地 把领导当妖魔鬼怪 我觉得 陈老师 你刚才其实指明了一个 很多参加工作的人 共同的一个心态 我在以前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跟他心态完全一样 然后我不愿意跟领导 在一起多说话 为什么 我怕别人说我拍马屁 然后我跟领导在一起 我不自在 后来我工作四五年之后 我慢慢才悟出一个道理 领导也是人 领导也是人 而且你的前途 就是领导决定的 既不刻意地利用关系 也不刻意地回避关系 坦然面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说 我身上的欠缺之处 或者是刚入职场的 这些不足之处 心态有的说的是 还是挺正确的 但有的我觉得可能 不是深入够了解这个人的话 可能说的不太准确 对 你今天想去哪家企业 有目标的吗 松鼠AI 去松鼠AI干什么 因为我也本科是师范类毕业 做过一些教育相关的工作 对 现在我问一下 其实你做老师呢 我担心你自己 没有这份沉下来的心 对吧 而且你更喜欢的是 就是用英语跟人交流 和用英语去表达自己 你写的也不是老师 是英语编辑 我们因为不是一个英语媒体 没有英语编辑这个职位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一直在兼职做家教 或者是线上教育的工作 我一直没有选择 老师这个职业 是因为我是想看看自己 就是除了最基本的 这个英语的这个专业知识以外 我还能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上 还能发挥出什么 或者是还能提高进步些什么 那所以这么关键的经历 你又是想要应聘我们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经历 写出来呢 可能那个简历上 可能没有提到 因为之前做教育行业 都是兼职做 不是全职类的一些工作 所以你作为一个 想做编辑的人 你对自己简历的编辑 不够用心 来 第二轮选择 徐货略 谢谢大家 我是你啊 我就这样 接下来要做的改变就是 从宴交搬到五环以内来 如果想要做媒体 一定是在五环以内 尤其是朝阳区 我先把家里的房子退掉 我不要 我自己租个房子 真正的去体会 那种忙碌奔波 飘无定所的感觉 好 再见 谢谢特莱老师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